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轩看板 网络社群 科技应用 新世代模式 不一样的选战 戴上VR眼镜 新疆不综合娱乐成仿佛置身眼前 或是点开手机的APP 我们里面的资讯都有 你可以看到各国的博弈特区 澎湖国际化联盟经过七年前的挫败 206重新出发 总部喜事馆里面采用新科技和图表解说 希望让大家了解推动公投的目的 运作同队之中也注入了许多新鲜面孔 像这种餐厅就不要进去 因为人家现在在吃饭在忙 这种做餐厅的 我就不要进去导人家 对 赞成方的青年志工小五 之前曾经担任导游 他说不满意澎湖现状就是他加入的最主要原因 我七年前我也是支持 我觉得很多人不了解的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 他们就只是觉得说我们只是在把赌博合法化 我希望说能够借由这个综合娱乐城 能够改善我们的税收的问题 医疗问题 年轻人就业的机会 等等等等 因为澎湖不足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 澎湖要有赌场才有发展 面对这种声音 反赌联盟的青年志工易洋 则是尝试说服 并且提出属于自己的观点 我的重点不是请你去投无同意票 我的重点是请你去了解 你好 请了解王爹吗 2009年澎湖第一次博弈公投 还是高中生的易洋当时没有投票权 因为兴趣和朋友拍摄了一部 繁独短片主导一号 没想到就此踏上了繁独旅程 那部电影里面的角色有讲过一句话 他说其实我也不知道 就是赌场到底好不好 那我只是看到你们在反 我就跟着反 我觉得那是当时我们的感觉 因为我们是 得到的资料是很有限的 我们是很片面的 就是觉得对赌的观感不好 所以我们就去反对他 当时反对的心态是有点懵懂的 那这七年的时间我们就觉得说 好像还是要去了解一下 年轻人也是这一次反对的主体 好多年轻人特别是手头族 他第一次有投票权他好兴奋 他觉得他可以投这个公投票 他可以反对澎湖社赌场 这个对他们来说是意义重大的 很多人觉得说可以参与守护家乡 这样的一战 他们都觉得很光荣 经过七年 有更多年轻人勇于表达意见 而在公投前 澎湖科技大学也特地邀请赞成 和反对双方 来到教室阐述理念 也和学生面对面 也许我们的选项就有很多种 就可能不是只有赌场这样子 澎湖可能死历后就晚不下去了 同天下午赞成方也来到同个教室 有口调好的青年志工俊杰负责解说 澎湖西湖指数现在是全国的第二名 那全国的第二名的话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推这个公投 其中反赌联盟的志工易洋 更在赞成方的场合提出了疑问 双方针对问题展开辩论 增加的话我觉得是比较有顺利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 其实你要说澎湖现在有工作吗 有不是没有工作 但是要的工作有未来性 这才是我们同学需要探讨的 哪一间 爱让他们有付出多少的行动 或者是其他 我认为党立的环境 不知道你是谁 所以今天你不是主角 你同学是 我了解我了解 你上次做了什么 你也知道啊对不对 虽然意见不同 但都愿意彼此讨论 这跟七年前剑拔奴章的气氛 很不一样 那时候比较常听到两句话 一句话是 支持赌场的人 会叫不支持赌场的人 说如果你想要安静 你想要治安好 你就搬去离岛住 你就不要住在本岛 那反对赌场的人就会说 如果你真的那么想赚钱 那你就不要生活在澎湖 我觉得那时候的 七年前那个气氛是很撕裂的 比起今年我们好像对博弈 或是对澎湖的发展 是有一些思考 有一些认识的 我觉得这是比较改善的部分 另外一个双方交锋的地方 就是在脸书上 澎湖喜事馆和澎湖反赌联盟 都有粉丝专业 分享文章 增加互动讨论 因为澎湖的网络生态比较特别 我们有一大堆群 像澎湖大联盟或澎湖大网剧 然后我们都要积极地去那边 去分享我们的想法 或是跟人家去 算是一些简单的辩论吧 对对对 那以前是比较没有这一块 文章下面的留言 也都有不同意见 双方更有影片来吸引人气 食事馆由专业人士拍摄了 四位人物影片 有在地充业青年 也有本地商家 我们朋友增加 这个医生 医院应该大一点 医疗方面 设备好一点 大家就会在这边 反赌联盟则主打 在地人物故事影片 观看人次逐渐增高 反应热烈 这其实是来自一位 毛遂自荐的年轻人 那时候就一直看 然后他们有剖 简短的影片 就是可能就是介绍 翻读什么 还是那个广告的 那个大的电子看板 那我想说 那这样子会不会 不太吸引人啊 就这样子就跟联盟 搭上线跟他们去接触 影片系列 翻读人物的系列影片 主动想要尽一份力的心 让不是专业摄影师的 吴梦伦 拍出小人物的在地故事 温暖风格 也通过影片 逐渐扩散 是刚好那个秘书 有要去做敬摊 那在聊天过程中 他就说 我的心已经嫁给朋友 这一句话 那郑童老老师就说 这句话很好啊 下午就去拍他的 那个敬摊 这比较是我那时候 当初最早想的那种画面 就是有人在为 这块土地努力 刚好有跟反对 赌场这件事情 做个结合 你喜欢划船吗 喜欢 这项改变 就说我以这项改变 会不会造成一个 捧很大的生活的 生活的方式 跟价值观的一个 巨大改变 其实这是蛮令人忧虑的 两只给他 我两只给他两只 每天下午五点半 集合出发 赞成方的青年志工们 备好文宣 不只在热闹的马公扫街 更走进 投鼓每个村落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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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走到底的话 这样子少的话 如果这样 我说如果当然发放单的话 至少要半小时以上 因为它蛮深的 那这个山水就会cover掉吗 对 好 现在应该把它cover掉 对 以这条路的两侧 我们这样的分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左边 那你们去右边 好 我们就右边 你也过去好了 你也过去好了 那我们去 阿姨 啊 这自制 这没用吗 来来来 如果有收到 参加的团子 说这星期要投票 你们有收到吗 对啊 要去投票吗 好 要当同意票 平和书要改变 这样啊 对啊 赞成方志工们晚餐时间 挨在挨户拜访 而在马公街头 则是出现不一样的声音 一张不同意票 我们希望乡亲可以重视这个问题 否则再过三年 再过七年 我们要一再一再的否决 澎湖要不要开赌场这个问题 一张小凳子配上麦克风 在人来人往的马路边 就这样站着对民众演说 跟县长一样 县府刚发新闻稿了 真的吗 然后他们说 他们很无奈 就是中央法规的疏漏 穿着反赌上衣的年轻人 不到25岁 组成澎湖青年阵线 以街头演讲方式 每晚宣扬反赌理念 在这一次的公投过程中 县长嘴巴上说自己中立 实际上 却处处的护航处赌的行为 结束一天的街头演讲 和扫街行程 澎湖青年阵线的成员们 会到召集人 嫌一哲家中开会 讨论接下来的行程和策略 也做了一整天的总检讨 今天的浏览量多少 三万两千多吧 那一篇贴文 然后说 我印象中大概战数 大概多了一百多 社群媒体浏览量 也是关键 澎湖青年阵线 召集人嫌疑者 经过七年前 博弈共同的洗礼 这次更以新世代的观点 来支持反独运动 七年前的反对的时候 是一个比较朴素的正义感 就是觉得说不希望自己的家乡 被盖得面目全非 自己不认得 不希望这么大的冲击 比较希望捍卫现在拥有的东西 但是在七年后的今天回头去看 其实会更希望我们把赌场 从澎湖的发展的命题 讨厌当中拿掉 这些年轻人七年前都还只是高中生 没有投票权 现在对澎湖未来 有了更多更深的思考 你今天要谈改变现状 你的这一方就应该负起所有的举证责任 去举证说你的方案真的好 你的方案真的可行 我们愿意来投下这个支持同意票 可是他们没有 他们反而把责任推来说 那你们反对方 你们告诉我你们这七年给了彭无什么 这个问题该问的不是反对方 这个问题该问的是彭无线议会 该问的是彭无线这个 凡对方特别录制的反赌歌曲 青春的歌声在广播电台强力播送 2016不移公投 就从9月开始白热化 选前一周更是加紧获力 正反双方在文宣上比拼 网路上唇枪舌战 投票倒数阶段 青年志工们也借这个机会 说出这次准备公投的心声 还有给对方正名的建议 我是觉得他们 就资源比我们多满多了 我是觉得他们出发点也是跟我们一样 也是为彭无好 然后这我觉得这是他们值得鼓励的地方 可是我比较想要呼应他们说 可以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方案 然后就是毕竟我们都是为彭无好 我们有提出方案 那他们也理当所也该要提出一个 彭无未来的方案 他们对他们文宣很美 然后他们甚至我可以说他们文宣 比凡毒联盟都还要漂亮也有 这我们大家心里都看得到 那他们的宣传台词也都比过去进步了 可是呢到了插旗子这一刻 那个丑就原形毕露了 我觉得如果有一项产业的投资 让澎湖增加就业机会 这一定是好事 只是他们避重就轻的去不去谈赌场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是一件比较苟且的事情 说真的我希望说他过 然后没有过的话 我还是会在这边就是没办法 如果我们再没有改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我们只能改变我们自己 给年轻人一条回家的路 明天就是10月15 一定要投下同意的一票 明天澎湖要改变了 明天一定要出来投下同意票 让政府有税收 乡亲有福利 我们澎湖人自己做主 明天一定要出来投下同意票 澎湖会有大发展大建设大未来 中心来关怀 咱无情的土地 迎接快乐的台湾 各位乡亲世大大家好 欢迎交定联盟 在这里感谢各位亲爱 如果是你反对评是交定 千万不堂动罪 没投票就是反对 开票当天票数差距相当悬殊 反对方遥遥领先宣布胜利 赞成方总部支持者面色凝重 但走到后面一看 却是不一样的气氛 这个我认为 这是一个好的民主过程 对啊对啊 这也是台湾民主 现在很进步化的一个表现 就是说大家都为了这个澎湖 对啊 你看我们在路上 路上常常遇到我们 也不会去抛弃对方 大家互相加油这样子 互相啊 人是互相的 你看澎湖这么一个小岛 就有这样的一个民主的意识 台湾也要更加加油了 对啊 大家都是为了这个澎湖的未来努力 方法不一样 你看票都没开完 我们就可以一起喝茶 对啊 可是今天不是我输他赢 或是他输我赢 我们票都还没开完 而且其实我很意外 我会被请进去喝茶 我没想到就是在外面看一看 这样子 然后我就 对啊 他们是人还蛮友善的 对啊 澎湖青年阵线成员友伦 经过喜事馆 意外被邀请进来 不同理念的双方年轻人 就这样透过喝茶 第一次彼此侃侃而谈 但是你们都很努力哦 大家都很努力 其实这一次 我觉得我们我们的方法 跟七年前 七年前我没参与啊 但是我觉得七年前他们在推的比较多是地方人士 他们用他们的组织脉络 这一次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所谓组织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是 一直跟媒体诉求 方式有点不一样 不过我们的方式不对 在可能在偏乡地方 组织还是更重要 因为一直打空战 其实他们 乡下人可能 不要说乡下人 澎湖人可能比较看不到这一块 我认为是这样 赞成方的青年志工韦庭 检讨这次公投的策略失误 反对方的青年友伦则献上鼓励 让原本落败的气氛变得合了许多 可是你觉得就是 可敬的对手 就真的是可敬的对手 没有啦 这一次主要也不是我 我只是里面其中一个工作人员而已 不过这一次我们很努力是真的 是啦 我觉得大家都很努力 大家都很努力 为了这个澎湖的未来这样 不过这一次我们至少得到一个中央的关系 对不对 年轻人他可以代表这个 国庆推动联盟去做很多事情 尤其是在这个运动中又有 一些话语权的话 表示他在这个要不要开赌场这个议题上面 他一定做了很多努力 那我相信他的这个用心 如果用在观光怎么样转型 这个议题上 那他一定也可以拿到一个很好的表现 说是失望没有错 但是我也希望明天我还是一个澎湖人 那反对方也是很多澎湖人 所以我们要一起为澎湖一起加油 然后找出更好的方案 对 那我先走了 好 没事没事 一喜为澎湖加油 一喜为澎湖加油 第一次寻找能让澎湖未来更好的机会 公投结束之后 澎湖青年自觉才正要开始 不同意 澎湖开赌场 守护你我的幸福 年轻世代参与公共议题 是关怀家乡及训练自己独立思考最好的方式 澎湖青年来两次博弈公投 我们见证年轻世代的改变 也希望澎湖未来更会因为他们而不同 独立特派员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婷宇 我们下次再会